约书亚记第十章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 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 进行毁灭 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 又听见鸡变的居民 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 住在他们中间 就甚惧怕 因为鸡变是一座大城 比爱城更大 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 所以 耶路撒冷王打发人 去见西伯伦王和弦 耶莫王皮兰 拉吉王亚非亚 和伊基伦王底臂 说 求你们上来帮助我 我们好攻打鸡变 因为他们 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 于是五个亚摩利王聚集 率领他们的重军上去 对着鸡变安营 鸡变人就打发人 往吉甲的营中 去见约书亚 说 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 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助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 都聚集攻击我们 即便人来求援 表面上是把百姓拖进了战争 实际上是帮了他们的大忙 正因为南方五王联军离开了自己坚固的城 以色列人就可以在野外决战 而不需要逐一攻打他们的坚固堡垒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冰丁 中叶从吉甲上去 猛然临到他们那里 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约书亚在即便大大的杀败他们 追赶他们 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 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 直降到亚西加 被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约书亚祷告耶和华说 日头啊 你要停在鸡便 月亮啊 你要只在亚雅轮毂 于是日头停留 月亮止住 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 日头在天当中停住 不急速下落 约有一日之久 在这日以前 这日以后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 没有像这日的 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纳武王逃跑 藏在马基大洞里 约书亚说 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 派人看守 你们却不可担言 要追赶你们的仇敌 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 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 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 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 到约书亚那里 约书亚说 打开洞口 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到我面前 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 你们进前来 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应当刚强壮胆 因为耶和华必这样 带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 随后约书亚将这武王杀死 挂在五棵树上 日头要落的时候 约书亚一吩咐 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 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 植存到今日 当日 约书亚夺了马基大 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 他带马基大王 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往利拿去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 他带利拿王 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往拉吉去 安营攻城 第二天就夺了拉吉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 那时 击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 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往伊基伦去 当日就夺了城 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上西伯伦去 夺了西伯伦和属西伯伦的诸城义 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都击杀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 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义 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 他带底壁和底壁王 像从前带西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 这样 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 就是山地 南地 高原 山坡的人 和那些地的诸王 没有留下一个 将凡有气息地进行杀灭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约书亚从加低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 又攻击戈山全地 直到击变 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 并夺了他们的地 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于是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 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 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